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变成了路 用在这里一点都不为过 一个营的战士 在雨后没有路的热带丛林里 用那高大的身躯 硬是烫出了一条两米宽的大道 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穿插奇迹 要知道 越军可是学到了穿插战术精髓的徒弟 曾在越法战争中就将法军打到满地找牙 越美战争中更是将美军打出了心理阴影 曾经以经典的穿插战术 一夜之间就端掉了美军的一个机场 极近百架战机 那么熟知穿插分割战术的越军 得知解放军使用穿插战术后 又使用了怎样的对策呢 穿插路线被越军试破后 战士们又经历了一场怎样的考验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14军4010118团的一营 去完成这趟不平凡的穿插之旅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解放军在四百多门上百毫米口径的大炮轰炸下 打响了老山收复站 担任老山主攻任务的是第十四军4010118团 十四军4010曾是陈庚麾下的四个主力师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有名的山西绝死第一纵队 成功开辟了太越根据地 曾参加了九路围攻 铜普路破袭战 百团大战等战斗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是打遍大江南北 曾参加了上涨 临服 进西南 挺进玉西 淮海 渡江等大战 奸敌上十万 到了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中 也是一马当先 首先攻克老街 而后围奸铺楼 是一支战斗经验丰富 战斗素质过硬的队伍 然而这次的穿插任务 让他们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次任务由4010118团的三个营来完成 由二营三营从左右两翼直取老山主峰 三营沿80 81号高地之间的山脚 穿插至敌后的76号 77号高地的后方 拿下这两个高地后 并一举攻下1072高地后固守 截断主峰上越军的退路 并阻击援军 然而到了战前 为了使行动更加隐蔽 将一营的穿插路线向上提升了400米 改成80与59号高地之间的山坡穿插 这一变动 使得这次行动变得十分悲壮而惨烈 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就两公里左右 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两公里 这一地区不仅山高林密 还要横向爬过好几座山 而且还在出发之前刚下过一场大雨 土质变得十分松软 前面的战士拿砍刀 砍出一条小路后再挤过去 等几百人全部通过时 这条路竟然变成了一条两米宽的泥浆沟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变成了路 但这条泥浆路却到处是尖角石 竹跟迁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走掉了鞋底 有多少人脚底被扎串 但战士们还是咬牙坚持 尽管他们提前两小时出发 直到后方的炮火准备时 他们还是没能全部到达预定目标 无奈之下 先头的一连只能向1072高地发起进攻 但这一举动让粤军判明了他们的穿插路线 处于穿插途中的后续部队 正好暴露在1072与76号高地粤军的炮口之下 这两个高地上的粤军不仅装备了多门大口径大炮 还特意为丛林作战准备了顺发和空爆隐心炮弹 这种炮弹只要碰到树枝就能爆炸 它的弹片散布面积大 所以给穿插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我军为了压制粤军的炮火 也以强大的炮火队穿插路线上各高地实施火力激起 一时间整条穿插路线炮声震天 双方的步兵损失惨重 所幸的是 先锋连及时对1072等高地发起进攻 这无疑给二营三营很好的侧影 在敌我不明的情况下 山上的粤军不敢向这边溃逃 增援部队更不敢轻易上山 虽然当天没能拿下这个高地 但也完成了阻敌与断源的任务 战后聚角或主封上越军的作战地图上显示 上面标注的我军可能穿插路线 与一营实际穿插路线完全重合 也就是越军的炮口早就瞄准了这一区域 就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下 一营的战士还能顽强作战 连续拔掉越军多个高地 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 越军精心打造的堡垒 难道真的一触即破吗 解放军又是使用怎样的战术 破解美军几十年都未破解的坑道战了 请看下集 老山战一支 老山收复战支坑道克星 老山战一支